玫瑰江學校辦學團體計劃在2025年至2026年學年結束後 停辦中學部校監何佑孫臣父向家長發信回應爭議 指停辦中學的決定基於多項因素願提供過度的最佳方案 何佑孫臣父在信中指 停辦中學的決定基於多個因素包括中學收生人數大幅減少 學校由高峰期超過2,000名學生下降至現時只有大約400人 交2019年下降了6% 而這種下降趨勢並沒有改善跡象 另外小學部同樣出現有關情況 至2019年以來玫瑰江幼稚園和小學註冊人數大跌65% 考慮到註冊學生人數停滯不前 學校面臨如何在有限財政預算內維持高質量的教育及服務 雖然政府有一直支持 但始終取決於收生人數 信件又指 憤怒和沮喪可能一時會做出對學校及持份者利益相圍的行動 懇請將學生的最佳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確保順利過渡 他又指為確保學校順利過渡校方將成立委員會 與辦學團體緊密合作共同為學生及教職員提供過度罪界方案 另外會尋求其他學校協助取錄玫瑰江中學的學生 校方也會與教區聯繫協助教師尋找教職 玫瑰江中學校長蘇貝庭昨天曾發聲明 反駁指辦學團體提到中學收生人數下降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學校在政府資助下並沒有出現財政困難 而辦學團體宣布停辦中學的時間非常緊迫及不合理 學生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 背有壓力和負面情緒 但相關聲明其後在學校網頁消失 校聯會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鄧飛 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本港部分辦學歷史久遠的學校 土地由辦學團體持有 由於不肯定他們與教育局簽訂的協議書內容 目前難以確定是否違反教育政策 他又指原則上來說 辦學團體有可能寧願將校舍租給私校 認為在現時社會中 商業考慮與教育理論之間 可能存在一定矛盾 他又指國際學校在本港的需求一直增加 應為教育局應檢視辦學團體放棄辦學權 改將校舍轉教私校辦學 會否成為趨勢 並檢視局方與學校辦學協議書